我们现在来到了雷尼尔公园 这是我们在西雅图最后一天 特别看到一只小熊 天哪 我惊得了 我去看一看 小熊 我的好朋友 这是我们离小熊最近的一次 天哪 小熊拜拜 小熊在吃东西 吃果子 这里都是达亚亭的车 小熊不吃草的 小熊又回来了 他走了 他不看我们 拜拜小熊 你走吧 下去吧 这很好哟 我们又走了差不多五分钟左右 才到快要到进口 这里车好多 等会我们要去看这个山了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只小松鼠 不动 今天我们爬的这个地方叫Skyline 我觉得比这个昨天 我们爬的要难一点 主要是这个坡比较陡 但这个一路上景色很好 这朵山上还有一朵云 这里有一只在吃东西 我们从后面爬上来 这边是这个雪山的静静 那边还能看到有水流 融化的冰雪 我们后面有人在这边种草 这里还有人 把这些草从上面运下来 难道是把那别的草种下去吗 我们这个trail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有点陡 然后在前面人也还挺多的 对 一路上 今天是个还有很多人的trail 这里看到一只小肥松鼠 我们现在已经爬了一个小时左右了 现在是不是爬了一半了 现在我们排了一个叫Glacier Vista的trail 然后就可以看到后面的一整个冰川的流动 然后还可以听到那边那个 化掉的那边那个水的瀑布的那个声音 现在离雪山越来越近了 我们现在就要从这儿往上走 走到那边 然后看不到这座山了 我们在向远离雪山的方向走 再看一看 刚刚这些都是我们走过的路 这些都是我们走过的路 现在已经是快一点了 我们已经爬了大概两个小时左右了 现在我们走这条路叫HIGH SKYLINE 是看不到雪山的 但是过了上去以后就看得到了 现在走这条路有点陡了 这是一个All Trails上面的Hard 再来录一段山下的风景吧 我们再往前看又看到雪山了 我们要走到山顶了 累累啊 这条路确实很辛苦 前面再看看转个弯 能到什么呢 就是更好看的去 还没到顶上 我们终于爬上来了 看一看 就是这样了 我们开始下山了 来看看这种路 就是要很难走 我一整个就是坐着滑下来 走到一半 发现这里有什么 好像是点冰 出来快干净 好冰 好冰 我们现在只要下坡就可以了 往这里往前走 然后下面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已经阳下降了好多了 然后看看雪山在这儿 然后这下面还不远了吧 到了这儿应该还需要1.5吧 才能下去 这里很陡哦 我们现在走了好远 终于走下来一点了 可能还要20分钟 刚刚是在这边 然后这边有个小瀑布 都可以再看一看 然后到瀑布这边 这瀑布其实超小 我们用了4个小时左右 终于把这座山的trail爬完了 5.6个马 Elevation有1700 拜拜 拜拜 那我们这次就到这里吧 接下去我们就要开车到这个西雅兜的机场 假期结束了 OK 拜拜 拜拜 我们在西雅兔的最后一顿晚饭了 好 我们的三个菜来了 这个是猪肚鸡 还有肾 还有闷鹅 嗯 表现还不错